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着吉他自弹自唱了一首小手拉大手 精致甜美的舞似羊羽影般干净不做作的声音 堪称治愈系声音的典范暖心极了 而从外表来看 郑秋红和台湾女星陈乔恩相似度超高 两人都有白皙的皮肤 一双大眼 甜美中带着可爱饭 真叫人过目不忘 大杂公版周杰伦 江星旗 相似度85% 眼前这位小伙从上台开始 小别心里就已经觉得 这不就是戴眼镜版的周杰伦吗 眼睛那么小 脸型弧形都匹配度超高 不过跟亚洲天王擅长的RMB曲风不同 眼前的江星旗演唱了迷幺歌曲 《斑马斑马》 一首《斑马斑马》 撕一把利剑 直达三位导师 心灵深处 让徐若萱眼周泛光 人嫌奇 为之动容 韩红迫不及待地喊了过 虽说是一名录音棚的大公仔 但心中的音乐梦想 永远是他前进的动力 内地版杨千画 胡芳芳相似度90% 而这位来自广州的胡芳芳刚一上台 连小琪歌都忍不住说 跟杨千画很相似 胡芳芳以一首《鱼人马头》 唱进了十多年来 做个体歌手的心酸 让现场的评委和观众 听完歌曲无不被之打动 除了以上三位长着明星脸之外 有些歌手在演唱风格上 跟某些明星也是神相似 这星期一首《红眼睛》 展现了自己唱功的超凡实力 不过这台风看起来 跟电影女王尚文杰 是不是很同步 而一名叫丽锦的歌手 刚唱完歌曲 韩红就夸她为舍情病 这台上犯病的感觉 让小编感觉 跟走呆萌范的花花 华晨宇很相似 两人都戴着一个黑颗眼镜 说起话来 都有自己独树一致的风格 乐视娱乐 这里面的